大家好,那继续东宝学院主线的第三期 首先在上期经过一段调查之后 我们终于是知道了 这个我们在萨斯尔城发现的马格努斯之眼 也就是引发远古时代天际省的精灵族原住民 屠杀萨斯尔城阿特摩拉殖民者的原因 然后我们又从塞西克修会和詹布斯·杜兰那里得知 现在他的重见天日 依然还会导致一系列毁灭性的灾难 而要消除这个危险 我们则必须要找到马格努斯法杖 后来我们又了解到 可能知道法杖下落的西洛利尔省的法师工会的 至高修会成员之前是去了树皮遗址 所以这期一开始顺着这条线索 我们也就需要来到物于天际省东部边境的 这所矮人要塞遗迹 看看究竟能不能在这里找到 知情的至高修会成员 具体关于这座矮人遗迹 之前在深光水晶的这两期 我们也已经知道 这里曾经也是存放深光水晶矿物的一座大型二人要塞 而且也就在这座遗迹的外面这里 我们从这位死去的冒险家身上 恰好也能够找到一本《深光之战》 但在时间顺序上 《深光水晶之线》当年是在 《灵民守卫DLC》当中推出的东宝学院则是游戏本体的内容 接着我们刚进入树皮遗址内部就会遇到这位 吹死的加弗洛斯 然后根据他的临终遗言 以及他身上的这本研究笔记 我们就可以看出 这位加弗洛斯之前的情况就是 在至高修会高层的催促下 他在最近又重新带着一个叫聚焦水晶的东西 来到了这座R1记 主要目的是使用这里面一个叫《汇光之经》的仪器 交出一份新的研究报告 另外我们也能看出 加弗洛斯的这项研究背后 还有一个跟随他的至高修会的法师团队 当然他最后的遗言也提到了 让我们去汇光之经那里找他的同事 帕拉图斯 接着通过在这座庞大的R1记当中探索 我们逐渐就能够发现 这些至高修会的法师 在几个月前 应该是在挖掘探索这座1记的时候 不仅惊动了这里面的R1机械 而且还在深层区域遭遇到了这里面伐墨的袭击 因为在过程当中 我们是不断能够发现 一些至高修会法师的尸体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这座R1机中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介谜 就是我们中途在这里会遇到这个有大师级锁的房间 而如果我们从这边的栅栏外面仔细往里面看的话 就能够发现房间的钥匙就在里面的桌子上 那如果我们之前学会了变换系魔法中的念动术 或者翻译为隔空取物术 那这段介谜就很轻松了 那接着我们拿到钥匙 就可以直接打开这上面 而正好这个房间中的这本月影洛可汗 也是可以增加我们变换系魔法的经验 再者这本书的主要内容恰好也是讲述了 在创世传说的最后 洛可汗的身体就变换成了耐性的两个月亮 但从设定角度讲 这也仅仅是背景当中一种较为普遍的说法 并不是绝对的定论 那接着在这座遗迹的深处 我们就会遇到更多的伐木敌人 最后在接近这座大型实听的时候 前面则会有三个相对更加危险的伐木敌人 那在这段战斗结束之后 我们则是能够在其中一个伐木身上搜到这样一个聚焦水晶 那这其实也就是一开始的那位加弗洛斯所说的他丢失的水晶 那接着我们继续在这里探索就会发现 所测高处的这扇门我们是暂时打不开的 而相应的钥匙则是需要我们到正对面的一条下层通道中去寻找 那最终所谓钥匙的也是一个等级较高的矮人机械球 接着在战斗结束之后 我们在这里就能够搜到这把一记观测他的钥匙 然后我们原路返回在打开这扇门之后继续往高处走 在打开第二扇门的时候 我们就会听到这里面的帕拉图斯以为我们就是一开始死去的那位加弗洛斯 然后通过帕拉图斯我们也就能够大概了解到 加弗洛斯这群至高修会的底层法师之前悲碎心酸的经历 也就是最初在几个月前为了研究这作一记中的汇光之经 加弗洛斯是和这位帕拉图斯带着一群至高修会的法师 从西罗利尔省赶到了天际省 应该就是在寻找这作一记具体位置的时候 他们曾拜访过东宝学院 但是他们当时并没有得到首席法师萨沃斯的待见 而且之后在他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在这作一记当中找到汇光之经的时候 却发现由于天际省的气候寒冷 所以当时他们带来的聚焦水晶根本无法在这里完成聚焦 那这样之后加弗洛斯也就不得不留下帕拉图斯在这里看守 然后自己再回到西罗利尔省汇报此事 同时他也计划使用新的聚焦水晶再来重新进行研究 但是通过前面加弗洛斯的研究日记 我们也能够看出来 至高修的高层不仅没有同情他们之前的遭遇 而且还严厉催促加弗洛斯拿着重新经过附魔的聚焦水晶 再来这里所进步的研究 然后因为我们现在也已经重新带回了聚焦水晶 所以这时候一心想要独占这次研究成果的帕拉图斯 则会带着我们来到辉光之经所在的这个房间 那可以看到这个大型仪器也是与当初我们在扎克之塔 寻找上午卷珠龙的那个仪器非常类似 只不过这个仪器则并不是光刻机 而是一个投影仪 当然这个仪器要实现真正的投影 还需要我们在放上聚焦水晶之后 使用火焰或者是寒霜魔法 让光线通过四周的光板 再次反射到顶部的中间那里 那这里虽然我们使用常规的火焰或者是寒霜魔法 都能够调整光线的反射方向 但是我们要实现精确的调整 还是推荐使用这边桌子上提示的火蛇术或者是双石术 然后具体的解密思路就是 首先我们是需要使用冰火魔法 让三条反射的光线分别投射到顶上的三个圆环上 并且投射点的位置还需要落在上面深蓝条的中间 然后这边的三个按钮分别的是 控制顶上三个圆环的转动 那只要我们把三个圆环上的绿色镜面都对准光线的投射点 那最终就能够让这座仪器在正面墙上 投射出一张泰姆罗尔大陆的魔法地图 但是显然这张投影的地图并不完美 其中顶部的天际神明显是存在曝光过度的问题 那之后通过与怀疑我们故意捣乱的帕拉图斯交流 我们也就知道了至高修会这次研究绘光之境的目的 就是想要通过这个仪器投射出的地图 来寻找泰姆罗尔大陆当中一些魔法神器的位置 但是因为现在东宝巡院中的马格诺斯之眼 蕴含的魔法能量过于强烈 所以也就对这张魔法地图造成了严重的干扰 而且不仅如此 这位帕拉图斯也发现天际省的另一个干扰源 则是在迷城遗址 因此他也就推测我们要找的马格诺斯法杖也就在迷城那里 那在我们拿到这个信息准备离开这座遗迹的时候 则会在这里暂时遇到 这位在一开始给我们发出警示的赛伊克修会成员 那这时候他相当于是暗示了我们马格诺斯法杖确实就在迷城 但是接下来我们首先是需要立即返回东宝学院 那接着在我们来到学院的元宿大厅的时候 就会发现这里的入口已经被一种神秘的魔法结界封住了 然后通过后续与萨沃斯对话我们也就知道了 这就是安卡诺为了实现他的某种企图而制造的屏障 因此在去拿马格诺斯法杖之前 我们这里则必须先帮助学院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但是就在我们联手把这个屏障去除之后 在萨沃斯准备上前阻止安卡诺 利用马格诺斯之眼的那一瞬间 我们就会被一阵强光激晕 那这样在我们醒来之后面对的就是受伤倒在这里的米拉贝尔 那接着根据他所说的 熟悉法师的萨沃斯在刚才的爆炸事故当中 应该是受了更严重的伤害 所以他也就要求我们赶紧去看看萨沃斯的情况 那接着在我们从元素大厅走出来之后 很快就能够看到熟悉法师萨沃斯已经不幸阵亡 而且不仅如此 根据托弗利亚所说的 刚才的爆炸还在敦爆城内引发了魔法异象 所以接着我们则需要跟着法劳达和阿奈尔干 去摆平刚才爆炸产生的次生灾害 那具体也就是我们需要除掉 这时候在城内游荡的总共10个魔法异象 那这段战斗虽然难度不是很高 但过程可能会非常麻烦 一般是更推荐使用一些带有AOE效果的龙虎 或者是魔法技能来应对 那最终在我们完成这段任务之后 再回到元素大厅向米拉贝尔报告死事的时候 他也就会让我们再赶紧去找回马格诺斯法杖 但是接着在我们告诉米拉贝尔 马格诺斯法杖是在迷城遗址的时候 他就会表现得非常惊讶 原因是之前首席法师萨贝尔曾经交给了他一个 从迷城那里取回来的门环 并且还提到了在未来的某一天 他自然就会知道该如何使用 那现在遇到这种情况 米拉贝尔也就认为 这件东西应该就是我们接下来去迷城冒险时 是会用得到的 那首席法师萨乌斯生前这种类似锦囊妙计的离奇安排 自然也就让我们接下来去迷城的冒险 又多了一个悬念 那到此后面我们在迷城的冒险 以及登报巡运的主线结局 阿不就在下期视频当中再继续与各位分享 那还是喜欢这里视频的小伙伴 欢迎关注订阅或者是打赏支持 同时这里也特别感谢这些小伙伴 对阿不的充电支持 那最后还是感谢大家的观看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